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就是个壳子加个镜片吗 你说的是上世纪的后视镜 最早的后视镜是安在赛车上的 后来汽车速度越来越快 路上的车也越来越多 民用车上才开始普及后视镜 那时的后视镜一般就是个圆形的平面镜 再后来为了减少后视镜的盲区 车厂用曲面镜以及双曲面镜代替了平面镜 外形更讲究 工艺也复杂多了 想知道怎么调整后视镜 减少盲区 关注试吃车学院微信 搜索盲区有答案 现在的后视镜除了视野扩展 转向灯 很多车还加上了加热功能 遇到雨雪天气 能通过电加热保持镜面清晰 更先进的后视镜还带并线辅助 这就得加装摄像头 雷达 警示灯等等零件 为了应付车后的远光狗 有些后视镜能防炫目 通过传感器实时监测后方的光线强度 再自动调整反射效果 这么先进的后视镜能便宜吗 我那车的后视镜什么先进功能都没有 估计没人偷 未来的汽车上 后视镜都会被摄像头取代 盲区基本没了 而且风阻能降低不少 不会那么快普及的 我现在觉得高科技越多 越可能出问题 前两天Uber的自动驾驶汽车撞死了一位行人 什么配置都得非常可靠的再更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